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親愛妳是怎樣的喔 妳是怎樣的 嗨 署長 署長 我最近那個天后級的歌喉 變成公主旗魚 所以就 沒關係 妳來品嚐看看 看這個喔 品嚐看看 這柚雞的金鑑 因為柚雞的金鑑 妳如果它吃下去 你說可以直接吃 這柚雞啊 好 我來吃看看喔 是 OK 它等一下播間 黃鷹豬 妳的賣座 妳的唱片 很好吃耶 對很好吃 我們宜蘭的三個 而且是 我們台灣人的補貝 真的 金鑑寶貝 金鑑美貝 金鑑它有 很豐富的營養成分 包括 維他命C 善食纖維還有裂防孔 不用請人身體所需好 那我要多吃這個 來保養我的喉嚨 啊 天前的胸口 你好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妳這個 金鑑園經歷得很好 很不簡單 大概十幾年前 就已經變成西洋產業了 對 那時候幾乎都是被進口的取代 然後這邊的年輕人也 大概都外流都不願意做 對 沒錯 後來我們書裡面 覺得這個金鑑產業 是我們宜蘭的特產 是 沒錯 所以無論如何 要把這個產業把它複製起來 過去啊 過去我們大概都是做加工嘛 對 做加工 所以我們這幾年 在 鮮食方面 因為 補倒了之後啊 我看很多農民都非常有成就 而且所做的這些 都已經慢慢轉型 變成 鮮食 2.55公頃 全部都是 產銷履歷 我全部都做鮮食 那在這方面 有產銷履歷的保證 讓大家可以買得安心 吃得更安心 沒有錯 所長阿琪跟我這裡還有個問題喔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哇 真的你看 不會吹風也不會淋到雨 可能也不會曬到太陽 是 這些我們看到的金鑑寶貝 對 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 特別的呢 去年沒有這個溫王寺的話 我的落果率是拔成的 有了這個溫王寺 今年你看 結石雷雷 產地啊 看完之後我們是不是 接著我們到我們的 溫極包裝 好 農民宿地 我們有補助 修行的 人家 讓我們定在那裡 他可以來購買 這個修行 夠的分級機 對 目的主要就是 要去做分級包裝 把好的跟好的 大小小的品質 去撿出來 但是我幫採購問一下 你覺得這個購買得很好用 對 工也洗 還會清潮 大了就大了 小了就小了 所以感覺是 對我們農民來說 是百分之百的 真好用的 一行雷雷雷 讚 讚 百分之百 嘿嘿嘿 比較大 所以 我們算過的東西來說 我們購入的東西 我們也把這個 金鑑魚做一行的料理 所以我們大年 我們來看我們 總補 我們陳老師做的料理 對 品牌的料理 都是金鑑做的 這個金鑑 不只是可以吃吃 我們可以做蜜餞 做金鑑茶 金鑑醋 金鑑酒 最重要就是 它可以做我們的食材 做很多地方的料理 我們是不是 來快點開動 好 這些啊 我們要做這個 金鑑的蜜餅 我們準備的食材 其實很簡單喔 我們的準備就是 當季的新鮮的金鑑 然後我們準備了糖 然後米酒 跟乾燥 跟一點點鹽巴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 很簡單 我們只要把金鑑 洗進 然後去蒂頭 我們就是準備了叉子 所以我們大概抽了三刀 或四刀都可以 OK 可是這個火要怎麼 應該要控制對不對 對啊 我們就用 我們就用 中火就可以了 喔 用中火就可以了 那這時候裡面已經加了糖 糖跟鹽巴 然後還有我們的米酒 最後我們再來加入我們一些皮味的乾草片 煮到它有點帶點透明感 就像我們這樣 這樣也有點透明 大概煮個十分鐘就可以起鍋了 完整 我們的蜜香金鑑亮都完成囉 好棒喔 看起來很好吃耶 真的非常好吃 而且是不是也很適合 小朋友跟長輩對不對 對啊 因為金鑑帶氣冷真的很好 而且我們都是用 有些蛋的香都可以吃 不用擔心喔 沒錯 就可以好好來保養我們的喉嚨 喉嚨 喉嚨的胸後 喉嚨的胸後